近日,长相思社官网会上,杨子的亮相引发热议 他的盛装和性感风格完全颠覆了大家对他的童星形象 这样的聚变背后,是什么原因让杨子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娱乐圈的表面光鲜和内在规则究竟有何不同? 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 杨子的聚变杨子,11岁时以童星身份出道 给人留下了阳光开朗的印象 然而,在童星之路上 他常常面临来自同行和观众的各种质疑 包括一些尖刻的评论 如你的外形态普通或根本没天赋 这让年轻的杨子曾陷入困惑和彷徨 但他从未放弃他的演员梦想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 他的家人和朋友一直给予他坚定的支持和鼓励 大学毕业后,杨子一直在影视剧中扮演配角 直到2015年 凭借古装剧香蜜沉沉静如霜一炮而红 这个成功标志着他成功地摆脱了童星的标签 作为当红事后 杨子展现出了成熟和魅力的一面 他的知名度和人气飙升 使他有机会在时尚领域进行大胆的探索 他从最初的素雅清新的打扮逐渐转向性感淑女风格 最近的一次亮相在巴黎时装周上更是令人瞩目 然而他的这一变化引发了观众的疑惑 让人不禁思考是什么去使他离开了自己的本质 选择了更具争议性的路线呢 娱乐圈的灯下黑娱乐圈表面上是光鲜亮丽的 吸引着无数追星族的目光 明星们在公开场合通过个性化的服装和形象 展示各种多彩的形象 以获取更多的曝光和热度 然而真实的娱乐圈并不如外表所示那么美好 首先明星们看似清明 但与普通人保持着很大的距离 他们居住在高档小区 出行都是专车 就餐时也常常包场 几乎不与普通粉丝接触 有些明星甚至在设置外拍摄期间 表现出大牌行为 将助理视为奴隶 言语中散发出高高在上的态度 娱乐圈每天都有新人涌入 大门真正获得成功的机会并不多 一些新人采取绯闻出道 或通过过于暴露的穿着来吸引注意 然而这些明星在获得关注后 却难以证明自己的实力 甚至有些人连人品都备受质疑 更糟糕的是 一些明星还存在偷睡漏睡等不当行为 损害了他们的职业生涯 娱乐圈内部还存在着潜规则 即需要遵守某些不公平的规则 否则就无法成功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优秀的演员 无法获得成功的原因 尽管他们具有精湛的演技 娱乐圈的运转比外表看上去要复杂得多 隐藏着不美好的一面和不成文的规则 艺人们在争夺名利的同时 也被迫做出各种妥协 娱乐也分等级娱乐圈中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划分 顶级巨星如成龙 李连杰等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片酬高达一员 每年只拍摄一两部作品 这些巨星的新闻曝光率相对较低 其实有负面消息也会被掩盖 因为他们的地位太高 令人不敢得罪 此外 一些明星在出道之前 就是富二代或名言 他们的资源支持 使他们在出道后迅速积累了大量资源 这些明星不仅有曝光率 还经常受到炒作 因此成功几乎是指日可待 然而 也有很多明星出道多年没有绯闻 拥有出色的演技 经常从事慈善活动 但他们仍然无法获得成功 直到被央视报道才为人所知 这是因为他们没有适应娱乐圈的潜规则 他们的坚持和实力并没有为他们带来应有的回报 杨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尽管他拥有同性的光环 但这个光环也限制了他的发展 曾经在亮相时 他经常被介绍为同性杨子 加油儿女小雪 然而他内心深处对这个标签感到不满 但除了这个标签之外 他没有太多的作品可以证明自己的实力 因此他不得不在寻求资源时 用这个标签来引起别人的兴趣 他也曾透露在还没有爆红之前 他曾一度找不到好的剧本 只能接演一些奇怪的剧情 面对不合理的剧情时 即使提出改进建议也往往不被重视 最终剧播出后他仍然会受到批评 这是许多演员在娱乐圈面临的困境 只有顺应分享才有机会爆火 最后的思考无论演技有多精湛 人品多么出色 如果不适应娱乐圈的规则 成功将变得困难 对于那些家境富裕 将演艺圈当作兴趣的人来说 可能并不会太在意 然而对于那些来自草根阶层 北漂演员来说 出生的背景已经对他们造成了很大的限制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明星 出道多年仍然无法获得成功 与之相反 那些能够适应娱乐圈规则的明星 可能会获得更多的机会和成功